今天很高興邀請到Pickro 398的營業主張文瑞 Vincent來介紹我們的專長 Vincent你好 你好 Vincent想先介紹一下 當初怎麼會介紹到餐飲這一個行業 你的企業到底是什麼呢? 主要是那時候 我以前不是做這個行業 我以前做過業務 那時候是剛好我一個朋友 因為他從 我認識很久的十幾年 那時候他是有餐飲相關的經驗 那時候他是他想開 所以一開始是純婆子的一個想法 後來再慢慢的過程中 我們想法有點不太一樣 我後來就分開 後來決定全新就是投入餐飲這一塊 成立管這一塊 對對對 那鐵克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得到來是 鐵克是因為當初 因為原本最一開始主是他 那他就是他喜歡 鐵克朗 鐵克朗是一個電音的一種節拍 對 他很喜歡鐵克朗的這種類型音樂 所以就以這個當作名字 因為換到我自己這邊的時候 然後就是 我就把鐵克朗的 鐵跟NO 拆開來了 就是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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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身邊的人聊聊天 對 多跟身邊聊天 然後跟我們聊天也可以 對 頓絕客氣冷漠 真的 別一直在滑手機這樣 對對對 那其實坦白講 Vison 現在跟你講 你是從YU跳到這個 餐飲這一塊 等於是門外漢 那你應該這個 那你會有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其實困難其實蠻多的 因為一開始沒有開過店 我們一開始做人家員工 雖然說也是當地的主辦 可是我們管一個部門跟管一間店 管一個公司是不一樣的 因為公司怎麼大家小小事情都要去處理 管一個部門 這個部門的事情都處理好就好了 對對對 那而且我們 還好經驗的部分 是因為我以前那個夥伴 他本來就知道餐飲的經驗 他會做菜 所以對我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對對對 在商品那邊比較沒有擔心 那主要是說在經營上面 是比較不熟悉 對 因為第一次自己當老闆 對對對 那疫情期間有沒有造成了什麼樣的衝擊 蠻大的 因為疫情就是 在沒有辦法內容那一年 其實是 大概為期四個月左右吧 算一算一算 大概為期四個月左右 其實都沒有辦法內用了 那我們都靠著外送外帶 整個台東這樣送 沙律龍井 風圓 霧風全送了 對 還有通通話的 對 全部都送過一次 對阿 靠著那個時候下去做 就是去撐下來 然後發展說中間 然後跟女王協調說 我們把班次減少 對 維持大家基本的一個消費 對 但是就是我們還是把他們的班 稍微減少一些 然後這樣依我們所有的成本 所以然後消假 對 我們那時候達到六五折 真的 對 六五折很傷 是是是 可是沒辦法 就為了要度過那個疫情那邊的治療 對 對 那這段話 有沒有發現到你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您說是在開店的過程 對對對 就是整個創業的過程 印象比較多的部分的話 是像 之前在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台東那時候有 國家運廳有做那個 什麼筆記本的展演 奧舞台劇 是是 那時候就是以前那個 傑尼斯的藝人小吃撤餅 他們有去表演 然後後來有來我們店裡面 然後做就是消費 對不對 只是那時候不能拍照 因為日本他們對藝人比較保護 那他們喝酒就不能來了 對 我還自己 自己調過酒給他喝 真的 不是很困難的 都是那種比較簡單的開口 對對對 是 所以等於說 知名的藝人有到你們店進去 呃 有過 之前還有誰啊 就是鄭國城有來過 對對對 然後 還有一些 可能一些球員 哦 球員 對一些球員 因為我自己沒什麼來看球 所以我最初不太知道 對 是別人跟我講 對對對 呃 等於算你們其實還算起來 有自民族 可能是因為我們 我們其實算比較早開始 台中在我們七年多前開始 那時候台中其實 因為經歷過阿拉大好關係 所以沒有那麼多的 殘留館 也沒有那麼多的酒吧 我們是在那時候開始 算是台中復蘇的早期 復蘇結論的早期的第一批 對 對對對 是 那那個 那你們鐵路他的一個 記憶裡面跟核心腳就是什麼 呃 我們希望是說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現在餐飲業人才很難找 所以就是我們曾經就是花很多時間 就是在找各種人才 那也是一直在 呃 來來去 其實餐飲業很常發生事情 那時候我們後來想很多 呃 情況 欸到底該怎麼留人才 那其實有幾個部分 第一就是說 呃 拆潤 就是我們要做合理的拆潤 這樣才有辦法去 有路人才 所以我們公司有制定說 獎金 獎金的標準 對 那怎麼去拿到獎金 這是比較共鳴的 對 那 但是如果只有獎金的話 沒有舞台也不行 嗯 所以說就是我們公司其實一直在 呃 在計畫去擴張 然後還有去 開更多的 就是 品牌 還要說擴張更多的不同經營項目 那 原本既有的人可以再往上升 嗯 那 他們往上升的 位置就會空出來 那下面的人就有機會往上 對 其實 呃 作為經營者其實我覺得要不斷的去成長 還要不斷擴張 那 好人才才會覺得說 欸 就是跟著 跟著我們公司走 是有前景的 對 因為我們餐飲其實 常通過一部位子就是說 可能比較 中小型店比較沒有擴張的機會 所以說 潛艦性又比較低一點 所以人才會覺得說 唉 我怎麼做產業好像 一輩子在斷盤子這種感覺 對 其實不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說做服務 服務員這件事情是很 很重要 而且其實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對 所以你們是希望說 把那個力樂培館跟員工分享 對 像我們現在就是每個月 我們獎金是月發 就是跟著薪水一起發的 真的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新的一個項目 我們也會讓 既有的一些比較 已經管理接人 然後去參與 那參與部分除了 新店原本規劃的獎金部之外 那 新店如果開始有盈利的部分的話 也是也會裁出來 給 就是說 給那個 管理接人 管理接人去做那個 分潤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 這樣才會 讓大家更有動力 因為大家出來 工作不外乎 有幾個動力 第一個就是為了錢 第二個是 要自己的舞台 去成就自己的成就感 對對對 那我們一直 那你們 一起來講 就像你講 台中餐廳我一起來還蠻多 是 那你覺得你們 一般餐廳館 重要課就在哪裡 我們在台中來說的話 是我們的餐點的話 比較多是 我自己做的創意菜 當然也有一些比較經典的彩色 但是我很多是屬於我們自己 發想創意 那就是用各種不同的材料 不管是西式的材料 中式的材料 甚至說像 印度的材料 中東的材料 我們喜歡拿各種各種材料 只要去入菜 但一個菜 你覺得像是義大利麵好了 我們可能有三杯義大利麵 那有麵飯 可能就是像有麻辣麵飯 等等之類的 之前也用過少清酒 也用過各種不同的食材 下去入菜 不然說像刺蔥 我們比較少人 就是會有聽到的東西 對對對 那在調酒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公司是希望說 我們今天冰三酒館 我們希望拿 除了我們常見的飲料的材料之外 我們也希望拿 食物的材料 去入酒 讓這個酒 可以有帶出更 食物的感覺 有點像我們說 在國外喝的乳湯 的概念 就是說它是有帶酒清的乳湯 那你們拿過什麽樣的食材 入到酒裡面 蠻多的 像那個 冬泉大小醬有 吃過 醬油也有過 然後還有那個 小魚乾 小魚乾 然後還有蝦膏湯 對對對 有各種不同的 但有些東西其實是 喜好度是看個人 對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因為吃的事情 本來就是主觀的 對對對 但就是我們希望說 多嘗試 那可以給就是 消費者他們有不同的 就是 用餐體驗 哦 就是有不一樣的創意 對 對 對 那醫生 雖然說你們也都已經 七年多了 那他未來有沒有一個 短期嗎 中期 幾乎比較長期的一個 規劃跟想法 有 我們目前 最近期的一部分 是說 因為田柚他是 餐酒館 當然就是知道說 我們是晚餐到小夜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是希望說 白天部分 我們會 利用白天的時間做早午餐 那早午餐的餐點 也會跟我們晚上的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說早午餐 有早午餐的 一個新的一個餐點 對 所以你們等於說 接下來就想要早午餐開始 對 早午餐 然後晚餐 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再來可能說 有其他的項目 可能 目前我們有幾個項目 在同時做企劃 可能像九九屋 然後 藍店 然後可能藍店 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希望說 他可以 我們先把前 短期的部分先完成 那中期的部分 企劃先把它完成之後 那 短期穩定了 中期之後再開始 選擇哪一個 是最適合我們的企劃 喔 對 有很多想法都企劃 但是 看來就比較適合 對 比較適合下一個階段 應該做的 因為企劃可以先做 但是執行的部分 我們就開始到時候 評估說哪一個可以執行 對 因為我們希望說 未來 我們公司是可以 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餐飲類型 那當然就是 那當然就是 後來希望可以延伸出 比較大的一個餐飲品牌 對不對 那 會有想要擴定的想法嗎 會 就是 舊鐵褲品牌的話 我們其實 在疫情前 其實就很擴定了 就是 看到疫情就沒有 沒有再繼續了 那疫情前 原本想要去 一趟台南 去展店 對不對 去的台南就對了 對 因為台北太貴了 台北的健身池率有點高 對 其實疫情也有點高 當然 台北的消費出品比較多 對不對 只是說就是 取捨下面 那時候還是希望去台南 而且我喜歡台南小吃 喔 那是 所以等於說 未來可能也會往 比如說台南這樣發展 對對對 其實都不排斥啦 甚至說 之前我們有去國外 對 那時候有去過 那個 越南和柬埔寨 喔真的 有去看過 那柬埔寨 那時候也是一個做建設的前輩 他們想要蓋一間旅館 上面想要弄那個Skybar 對 對 所以 未來也不會排斥呢 不會排斥啊 那就是 其實 如果有可以做的案子 我們怎麼會排斥 對 只是我們會呼呼一下當下 我們自己的狀況 能不能接得上 接得上 那為什麼不做 對不對 我們要讓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我們要讓 我們自己的同仁 他們對於公司 他們是感受到說 公司會成長 他們有更多往上的機會 那他們可以就是 賺錢 那也有舞台 對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因為這樣人才不好流 對 好 因為就像你講的 最近台灣年輕人創業的想法 也都蠻多的 也很多人想要創業 那如果說 今天這個年輕人 還有六人想創業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呢 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我就先想清楚自己 為什麼要創業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只是單純說 我不想要 就是被人家管 或是我不想要 我想要自由一點 那我只能說 這個可能還要再多想一想 因為創業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 你會碰到 以往更多更困難的事情 而且會更多 你深不由己的事情 第二個 時間上面其實 看起來好像很彈性 可是其實不彈性 因為基本上 你的時間其實都在工作上面 因為這是你自己的東西 你每天你心裡都會 掛電在你上面 那而且有時候 人力不足的時候 你要下去補 對不對 不像我以前 做人家工作 我應該幫他打工 我休假就是休假 我休假不用考慮 那麼多東西 我就可以休假 而像我自己創業這麼多年的 就是我覺得 我沒有 我很少 真正正正的 就是說 我休假了 就算你出去 真的有休息 休息 休息完了 可是你還是會掛 所以還是會看著說 可能看著定位 然後看著什麼東西 其實是 然後還要處理一下 那工作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就是 創業其實沒有 沒有那麼輕鬆 並不是因為輕鬆 所以大家想要創業 因為說真的 創業 你花錢都可以創業 但是 不簡單 第二個是說 我自己的TA 我們自己的說明科學 我自己能夠說他什麼科學 我沒有很清楚 因為你TA確定了 我們才有辦法知道說 我能夠賣給他多少錢的東西 當然有些人是從商品已經開始 但我自己個人 會是從我 想要抓什麼科學開始 然後我去提供他相應的商品 還有相應你的消費金額 因為你提供太貴 他也不來 他覺得太便宜 他覺得說我幹嘛來賣給你 對 好 第三個的話 金流吧 我覺得金流是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往往很多的創業的過程中 就是我們很努力了 可能可能就差那麼一個月 這真的是離門一腳 可是因為我身上已經沒有錢燒了 所以就是 我們可能過那一個 到那個時間 過了一兩個月的時候 我可能就爆發了 然後我就會直接起飛 可是 就沒有辦法 因為沒限制成那一兩個月了 所以我覺得 好的金流不管是很重要的 包括說像 前期的創業的時候 然後就是我們總金額裡面 有多少錢 要做好自己的預備金 因為現在很多人 他們投下去 就是真的全部錢都投下去了 沒有留任何人做的預備金 我懂 對對對 就是你沒有一個預備 然後變成如果拖到的話 你預付不來 可能整個就 就結束掉 就會直接下班 是 對 就比較可惜一點 對 所以就是要先搶清楚 然後也要有資金要做得好 對 然後你要把你的PA找出來 對 這才是 真正的 對我覺得這幾個基本的東西 都要先完成 因為商品的部分 當然我們不是說商品不重要 而所謂是 它還可以調整 可是這幾個東西 就是我們一開始首要 都要先幫自己先維號好 對 有維號好的 後面才不會那麼辛苦 對 其實真的很高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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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